有亞洲舞王之稱的台灣藝人落至長小豬 2020年爆塗色醜聞後 前年已經復出幕前 正是舉行世界循迴演唱會的他 闊別香港8年 終於在今個月7日在亞洲國際博覽館 舉行香港站的演唱會 小豬星期五由台灣來到香港 為開訴做好準備 一身黑色打扮的小豬下午1時半 和媽媽現身機場 一班粉絲蜂擁而上 小豬就全程拖緊媽媽 問到他再到來港開訴 心情是否很好呢 他就點頭思議 之後乘坐7人車離開